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100人民币以现在的汇率来说和卢布是多少钱?1200卢布 1200卢布最近俄罗斯的汇率往下跌了再加上人民币往上涨 所以说现在人民币拿到俄罗斯来花是非常合适的 就把人民币换成卢布是非常合适的 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上超市来看看到底我们能买多些东西 现在在给小宝宝穿衣服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外面很冷啊 白天不太敢出门 所以说我们会一般买东西都会在晚上出门买一些东西 哎呀冬天就是很麻烦啊 穿衣服要穿特别多 所以说领小宝宝出门一趟哎呀太难了是不是人家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我们出门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戴口罩 对戴口罩 人家的鼻子比较挺啊 他戴这种口罩 他会上面一直露个小缝 戴不严实 所以说给他买的这个N95 能保护的更严谨一些 现在人家自己要去这个超市啊 为什么自己去呢? 因为小宝宝太小了 总是戴不住口罩 所以说人家自己去买东西 一会儿出来我们看看他买的是什么 我跟雷奥在这等你 很多人问我在俄罗斯晚上安不安全啊 大家看啊 前面 这有三个酒鬼啊 这三个酒鬼在喝酒啊 已经喝得烂醉如你了 所以说俄罗斯的晚上不建议出远门啊 哎 人家出来了啊 人家出来了 哇 买了一堆东西啊 哈喽 打个招呼 嘻嘻嘻嘻 里面人多吗? 很多人 不多啊 好了 我们回家了啊 咦 小朋友 我们到家 看我们到家了 买了这么些东西 啊 有纸巾 然后有大米 有面粉 然后还有一桶水啊 像这一包大米啊 是一小包装的 人家 这一小包大米多少钱? 100卢布啊 100卢布啊 这大米属于俄罗斯的这种长粒米啊 一点都不好吃 到时候回东北 回中国啊 我给你尝尝我们东北大米啊 可好吃了 然后这是一小包面粉啊 2000克的啊 这一包面粉多少钱? 80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加在一起 大概花了600卢布 然后呢 我们人家又买了一大块牛肉啊 买了一大块牛肉啊 这个牛肉大概是一公斤啊 一公斤是600卢布 我买了一公斤啊 所以说这这些东西 一共花了1200卢布 合人币是100块钱 然后我们今天给人家炖牛肉吃 对 这样的话 我们像买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一周大概是要去两次超市 对吧 两次超市啊 大概每次要花的比这些多 大概是两三百人民币 这样的话 一个月的话 我们大概是在2400块钱 2400块钱左右啊 这是光吃饭啊 我们要省省了点吃的话啊 然后呢 如果要是再加上这个 这个小宝宝的花销 再加上我们一家的这个物业费啊 取暖费啊 加在一起 大概每个月三四千人民币就够了啊 三四千人民币就够了啊 这就是我们一家的这个花销啊 现在在俄罗斯 啊 还是挺省的我感觉啊 这是我们极限了啊 省吃减用已经做到极限了 不可能比这个再少了啊 好了各位啊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啊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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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